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馬上帶你來關心到連鎖的天氣狀況了 可以看到其實連鎖第一天的雨勢 還是比較明顯的 中部以北的山區都有漲雨的狀況 要放晴要一直等到星期天才會慢慢的來好轉 而好天氣也會持續大概三天左右 那溫度的變化要怎麼穿衣服 馬上帶你來看到了 其實這兩天還是比較涼的 同樣是要等到禮拜日以後 這溫度才會慢慢的來回升 尤其是北部地區感受上會比較明顯 所以機上掃電鈴要提醒大家一些什麼呢 可以看到這兩天中部以北的山區 都要注意會有短暫雨的狀況發生 而接上來其實南北的溫差 因為真的是蠻大的會差到10度左右 所以一定要記得南來北往要添加衣物 最後好天氣剛剛說到要再等等啦 所以明天出門要記得攜帶雨季 以上資訊提供給您 我們玩華視Youtube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